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搭设计 我国高铁从无到有,在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名片 离不开我国科研人员和工人朋友的努力 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5万公里 位居全球第一,而现在他们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新研发的铺轨设备让各国羡慕 这个铺轨设备就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CPG500油炸铺轨机 由拉轨机平板大列和主机共同组成的庞然大物 由中车长江诸州分公司设计制造 一种铁路铺轨机的导轨自动化回送系统 以克服人工施工的缺陷和不足 它被用在中铁17局施工的冬奥会重点项目 大张高铁的铺轨项目上 大张高铁被誉为贯通晶晶记、晋闪等地区的客运生命线 开通后大同至北京列车运行时间将从6小时缩短至100分钟左右 该系统采用了机械化作业模式 完成导轨自动化回送功能 改变了以往的人工施工工法 降低了施工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 保护导轨不变形 降低了作业的安全风险 铺轨机所经支出200公斤重的硅阵 以60厘米的间距被精准排列 单条30吨重500米长的钢轨 可以双轨同时铺设 无缝焊接技术则让上百公里长的钢轨成为整体 8小时的铺轨长度在2000米以上 铺轨效率和质量世界一流 按照这速度 大张高铁全线双线 280公里 只需6个半月便能铺通 最关键的是这样的一台设备 仅需7人操作 或许这才是中国效率 这才是中国质量 这才是中国制造 得知消息的海外网友纷纷在留言 给我们也绣一条相同的铁路吧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送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 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